免费吃自助看着真不错 可以 这块真有点沈阳的感觉 豆腐切半条 搞粉低调 我是小白 今天咱们又发现一个便宜的自助盒饭 按咱们的话说不吃就快黄了 赶紧的 免费吃自助 现在是25一个人 对对对 我们是来得最早的 今天是第一批 这是饱满的状态 这是一堆凉菜 这有不少肉菜 今天肉菜 爆辣鸡蒸 看着真不错 可以 哇 小炒肉整一点 猪肝来点 鱼香热丝 鱼香是外婆菜 骨皮辣椒 辣子鸡 辣子鸡 来个丸子 来点小馋 这有食欲 你说这素菜挺合我胃口 可以 来点小炒鸡蒸 小冬瓜 高低来点小素菜 不是土豆炖鸡吗 这是大盘鸡 还是北京人会形容 see you tomorrow 就那煮的丝 小黄瓜 这块真有点沈阳的感觉 糖素里脊给忘了 哇 这锅饭看着真可以 你必须拿盘子吃 西红薯鸡蛋盖饭 太爱这个了 一番盏 一番盏 这盖饭看着是真香 你看我这一看就 广西人会这么吃的 我这不是一样了吗 是不是 有点热 我这小头发 又到了剃羊毛的时候 开一个吃 对 有个气水 走一个 这么大盒吗 你仔细看 菠萝的 大盒很粗 这种口味 大叫 我去 买的都啥呢 是是 先来一口他们的那个 西红薯炒鸡蛋 太好可以 奔下饭 我觉得现在吃有一种 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食堂里去早了那种感觉 对 马上我一人就开始多了 感觉行 非常可以 吃菜啊 吃菜 我再来一碗 辣子鸡丁 但是你觉得说改成第一批一份 还是非常不错 酥脆 吃到后面 烧了点味 还有这个丸子 有丸子 切开的 这就是一个外卖四块钱一个的丸子 这个盖饭太爽了 家人们有没有喜欢吃西红薯炒鸡蛋的 还有小炒猪肝 猪肝片 确实是有点入味 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入味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它跟之前我在沈阳吃那个 差不多入味 青椒炒肉 只有肉 带点尖椒碗 这块肉费嫩 小花肠啊 就是我在家自己炸的味道 鱼皮青椒啊 鱼皮青椒 鱼皮青椒 这个可以点 这个一点都不咸 这个油吧 不符合你的健康标准 没说就是零卡 我现在还是一直在登机 来一个鸡蒸盖饭 炒鸡蒸还挺好吃 鸡香肉丝 感觉像鸡丝 有点帅实纤维 陪你一根菜心 这么差 陪你一根菠菜 这么乖 吃啥不如吃这个 这个贵在北京菜市场卖可贵了 是吗 我不信它有肉贵 来一个大盘鸡的肉 还真说不好 鸡肉当然有凉点 20块钱要啥自行车啊 陪你这块周末吃的是差不多十八十九 对它有一个特殊时段 自由逗毛 你怎么后吃凉菜啊你 那你就先来个热菜 糖醋鱼鸡 要青椒 再来一个 糖醋鱼鸡 陪你直接用着那种热个鸡柳 然后再弄上糖醋鸡炸 你现在越来越专业了 拿起来 美食博主 热菜吃完了是不是该吃凉菜了 See you tomorrow 不行我今天吃辣的有点费劲 我这嘴上周打篮球撞了一下 给你嘴上又增大了一圈 这两天修肿了 之前比这大一圈 大家没看见 我看见 全场由我们拿盘盛饭 有碗 没看见有碗 没看见有碗 他们家的辣子鸡真的挺好吃 又脆又香 油炸的能不香吗 蒸鸡蛋白质和油脂的油脂 这块红薯真的 这个菜圈不老 非常的回本 不保险 你别说我挺长时间没吃红薯 这才是真正减薯 但不行 我现在这个头 我跟戴了个小帽子 就太热了 还有呆毛了 要不然我剃的圆寸呢 你问问大家的意见 这是剃头的请口意 玉米还挺不错 水果玉米 就是高低有点费嘴唇 你这么吃 攀前没喝汤 谢谢啊您来 你这饭锅成傻了我再来点 行 知道我爱吃啥了吧 他们这块的辣子鸡真的行 来 你来一个干 你再来一个干 你再来一个干 那你来个心吧 咱就差个肺了我天 你看我这个是石井盖饭 西红柿鸡蛋 西红柿鸡蛋盖饭 好 绝美的侧颜 它那两个有点尖线 这样叫一个优雅 太优雅了 不行我的优雅没法脱 就这样 你也可以误出来 纳高低大家可爱看 这汤上面还有油花 纳高的汤啊 还要烫 鸡蛋的青菜肠 热死了 真的吃着好热 冬川干嘛 给大家秀点福利 哪有啥福利的都是油 发油当福利吗 里面也凉油吗 没有我们再努力吃两个月 咱们就更油了 小花角上面盖着米饭 哎呀受不了了吧 热死我了 省流小白脱了 总是这块有根呆毛 哎师傅明明 大家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喷 我的上凉我的只有多辣 最后来口茄子点吧 太小甜了太小 重点鱼香烤 这我们吃完这个早饭 因为咱中午来这个时间实在是很紧 没事您坐 您坐 蛮想跑来 哪个小姑娘 看你这鸡肉猛然的形象 赶紧走 赶紧走 看我给你拿了盆 还有饺子 嗯 嗯 啥气的 最后辣通了 咱咱行 可以啊 吃完饭吃几个饺子六份正合适 还有冰镇的水碗 冰目标 冷热交替自定得穿呢 再喝口热汤 我谢谢您 还得是大炒会吃 嗯 哎呀感觉都能吃出冰茶了 啊爽 再来口热汤 下次咱们再来多吃一点吧 今天先这样 好的咱们接着消费 50元 还记得视频开头的那句话吗 按咱们的话说啊 不吃就快黄了 没想到这次还真说中了 本期视频还没发布的时候 平台显示 这家刚开业一个多月的餐饮 已经处于关店停业的状态 不是我们吃完老板不干了 是老板真的不干了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多少让人有点麻木 但每每经历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又总能泛起波澜 把便宜实惠带给更多的打工人 应该也是老板开店的一个初衷 但这样美好的想法 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的压力 谁都无法预测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 所以不管我们未来能走多远 都感谢有你们的参与 往后你我可能都会经历一些坎坷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无论咱们吃的是星期酒店 还是路边小店 记得开心的享用每一顿饭 还是那句话 道路千万条 干饭第一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